在佩洛西访台后 很多人对中国应对不满意 有些人说 中国应该借这个机会和美国全面开战 当然 这个说法是愚蠢 因为我们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军力 可以说有差天共地距离 今集想用客观的军事数据跟大家说一说 他们的距离有多大 支持阅读 支持文化工作 如果我没得了 没人做了 没人说书了 还不加入VIP? 首先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其实强大的程度不是单单可以轻松打赢中国 是中国之后的九个国家 即是第一强 第二到第十名国家 加上一齐军事水平 一齐唯有美国 都未必可以打赢 从军事开支来说 美国今日的军事开支 大约有七千到八千亿美元 中国作为一个第二或第三强的军事强国 可能是俄罗斯 即是中国看谁是第二 谁是第三 中国只有1800亿美元 双方都有很大的距离 以这个军队的人数来说 美军大约有140多万 而中国解放军有200万左右 但现代的战争 其实人数 人员就不太重要 反而在技术上更加重要 我们以这个空军的能力来说 其实美国今天大约有13000架战机 包括有不同的军炸机 战机和直升机等等 而中国大陆只得大约有2000部 你看到距离有多大 以海战来说 舰艇部份 美国和中国都大约有300艘舰 包括各种大小小的舰艇 但双方的吨位是相差远的 美国的舰艇总吨位大概有450万吨 而中国是不到200万吨 你看到双方的船大小都差很远 至于今天战争里面 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航母战斗群的能力 其实双方的距离都是非常远的 美国今天有11个航母战斗群 当中最厉害的就是福特号 福特号有多厉害呢 之前我去看一些军事书籍 说他们的甲板和设计是很特别的 它是厉害到不用有一班船去帮它护航 它是放在海中心里任你炸 你用普通常规模去炸它不沉 它是厉害到这样 这就是他们的分别 航母战斗群 中国的两个航空母舰都是油渣发电 不是核动力的 另外他们的吨位也差很远 辽宁号是用乌克兰的航空母舰千里迢迢迢到中国做改装 成为第一架航空母舰 第二部的山东号就是之后的第二架 两架排水量大概在5万多万吨左右 而美国的福特号是超过10万吨 你看到实力相距多远 就算不说这些差异 只见到11个航母战斗群 就算人家停了 不再发展 不再建第12、第13个 有都是中国追 中国要追9个航母战斗群 要花多长时间 这就是双方的差距 即使在常规的海空战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相差这么大 军备也在各方面都不够人家那么厉害的时间 是否代表中国完全没有能力守护自己的角度 就不是的 哈佛大学的Timothy Carlton教授说过 今天的航空母舰最怕的是超音速的飞弹 因为超音速的飞弹可以在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速度去发射 其实它们比较难可以防守得到 你看到中国那么着力地发展东风系列 东风快递主要是为了防守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军事策略是以防守为主的 就不是想着跟美国正面冲突 那有些人就说 怕什么 中国有核弹 用不怕它 那这种说法是非常愚蠢的 因为核弹这件事其实是一种自爆的工具而已 它不是用来进攻用 它是一个叫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就是说 只要我一出这一招就大家保证一起死 我摆明就不够你打了 但我放核弹炸自己的话 你都活不下去的意思 纯粹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校径 就算你说核弹都不够人家多 人家美国有6450枚的核弹 你中国只有290枚的核弹 那你看到这个差距的情况下 都已经有一个核威涉力的时候 其实你会看到 核弹不是用来进攻 是用来保证大家的擂台打爆它 一起没得玩的 大家仔细思考 你会看到领导人的思维非常清晰 我们将所有资源尽量在军事上 只是做到一个可以防守的水平就够了 其他的钱拿了发展基建 改善民生 但美国其实军工企业是赚很多钱 他们军事开支是非常大 反而国内的基建是很弱的 所以用一个比喻来说 你可以形容两个人上楼台打 其实美国是一个身子很虚弱 但他们的手臂很粗 承手肌肉的一个健康 但他身子比较虚弱的 而中国是一个正常一点的拳手 比较平均一点 所以他身子虚弱的时候 你应该拖拦他 就不要跟他尝试硬碰的 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对着美国的军事上楼的策略 最后大家看到 中国这次没有特别激烈回应美国 就算不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是台湾 而是因为我们不敢打 又有什么问题呢? 你不够人打 你就不打了 正如街上跟一个MMA的选手有碰撞的时候 他说错误骂我 我都不会惹他 我立刻走 因为打了一定会输 这个没什么好羞耻的 其实时间就在中国那边 因为Ray Daniel也这么说 他就说只要中国有多十年的时间 可能在军事上就会对美国获得比较广泛的优势 其实李光耀先生也在他的书里也说过 中国总有一天可以将美军赶出第一和第二岛 所以你看到中国的军事主要是要防守和驱港为主 不是正面冲突的 欢迎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经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 命这件事就真是好丑命生成 如果我们生长在洪乡僻壤 发达国家 或者生活在战乱的时间和太平盛世 我们的人生都会很不同 这件事真的不能控制 一命二运 第二件事是运 运这件事很多人觉得运是外在家诸于我们 好运是天给我们 这件事不能控制 但今天我想告诉大家 运气是可以控制的 我这样说不是道理迷信 叫大家什么转运 带什么配息就会提高运气 是有一个好科学的方法提升大家的运气 今天讲一讲为什么